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声巨响惊动了很多村民 村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都朝着发出声音的地方跑过来 发出这声巨响的地方就是村民贾国昌的家 看见这儿这个国台走 都先把它走都乱乱的 挺乱的 软也没了 它这儿有个棚子也都塌了 我们看到以后就是真也走 那什么都乱七八糟的 崩掉国台和长篷也崩坏了 什么东西爆炸出来的咱们也不知道 有什么原因 到时候反正是天上一股肤 黑暗 炸的元气都是柴虎叶层 也不是什么那么大的威力 灶台被炸的七零八糟 十一岁的小雪躺在旁边 到时候不敢臭孩子 西湖流连的 哪儿都臭的 都是医伤也少的 他也还会有的 都拦住 手灯下都没有接脸 西湖流连都可惨的 咱俩我赶紧家了以后 回来一头 赶紧打电话送252医院去 252医院是一所军队医院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 距离高阳县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呼吸血量怎么样 小眼六十四十 呼吸也不太好 立即通知八岁和咱进气管茶管 我从事床上五个工作15年了 自己接诊过真是无数个这个床上患者 但是像这个小雪 这个病人这么严重的爆炸伤 能够活着来到我们医院 本身就是个奇迹 小雪到底伤在什么地方呢 小雪伤的很重 呼吸微弱 血压很低 整理抢纷迷状态 第一眼看到小雪的时候 她那右手右脚已经没有了 全身那种血肉模糊被烫的烧的 特别的残不忍度 然后尤其是那个脸部 被烫伤双双双已经上出原来 那什么样子 大发痒 医护人员立即进行剪辑抢 小雪的命能保住 如果在短期内不能稳定病人的生命体重 那么这个小女孩面临的还是死亡 重症监护室外 小雪的父亲焦急的等待 孩子想起挺严重的 不知道死亡 小雪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血压呼吸都很微弱 呼吸支持加循环支持 保证患者生命体重的平稳 患者的呼吸血压提升平稳之后 我们又连夜进行了患者 多部于外上的一个复杂的手术治疗 小雪的手术一直进行到第二天的移民 在医护人员的权力抢救下 她的生命终于保住 但是因为右手右脚被损毁严重 无法带上 小雪成了终身残血 患者的左侧肢体 左上肢左下肢 我们基本上都保存比较完整 成活得都非常好 右侧肢体 右上肢 万关节医院 右小腿 中段医院 继续会截肢处理 这次爆炸让小雪永远失去了 右手和右脚 左手大拇指也被截掉了 有一次直播正好赶让我小雪换药 换完药之后 小雪就问我 阿姨我的手还在吗 我当时这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那么小的眼睛 就失去右手右脚 小雪以后该怎么办 她很小 她 我也不知道她 以后怎么办 到底是什么爆炸 能有那么大的威力 当场炸掉小雪的右手右脚呢 解放军252医院在治疗爆炸上方面很有经验 但是她们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离奇的事情 为了弄清原因 专家决定到现场看一看 突然的巨响 柴火灶发生爆炸 11岁女孩终身残疾 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惨剧 现场调查 揪出远修 请继续收看 晚餐前的爆炸 对于柴火灶里的这次爆炸 村民们是怎么看的呢 她叫孙庚 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博士 长期从事战时创伤的修复研究 这就是小雪家被炸毁的锅灶 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 窗户上的玻璃也被震碎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重新按上的 那什么样的爆炸物能有这样大的威力 我没有在她身上发现任何 包括蛋片啊金属碎屑啊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排除一些 常见的一些雷管 或者一些残留的这种 历史遗留的炸弹啊或者炮弹啊 这种我们基本可以排除这一点 矿山矿井也会使用炸药雷管 村里会不会有这些爆炸物 因为疏忽混进柴火堆里 咱在方圆附近有那个矿山矿井 这样的地方吗 开矿井 没有 这是平原 他们没得开这里 四月八糟咱们这是那矿山的 没得矿山矿井 乡亲们都说 他们周围就没有矿山矿井 也没有人见过炸药雷管 看来不可能是因为疏忽混进去 但是会不会有人和甲国商家有矛盾 故意制造这一场灾难呢 故意制造爆炸的可能也被排除 那么到底是什么爆炸 村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 他们家里经常是把别人燃放 剩下的这种 他们叫做当地叫轰天雷 没有燃尽的 尤其是第一想放 第二想没有炸开这种捡回来 一部分是用来卖钱 把它包成这种纸卖钱 一部分呢就是说包成这种纸 用来烧火做这个萤火的 但是这次爆炸导致小雪当场炸掉手脚 连窗户的玻璃都被震随 什么样的烟花爆炸能有这么大的威力 部分厂家为了追求这个效果 为它东西能卖得快 把这个炮竹啊烟花做的越来越大 装药量也越来越多 为了它想包裹的越来越紧 小雪家原来的锅灶已经被炸毁了 专家在村里找了一个类似的锅灶 仔细研究了它的结构 因为这种锅的它直接用砖砌成的 砌到地上 这个锅往往是它们直接用石灶灰啊 它直接磨在灶上 等于是它实际上一个四面 可以说大部分都是一个封闭空间 在密闭的灶堂里爆炸 和威力大小有什么关系呢 我可以打一比方 嗯 假设就像咱们的手榴袋 锅灶 这个锅加上这位这个 相当于外边这一个铁壳 爆竹 放到底边的 能再加上其他的助燃物 相当于里面的炸药 如果没有这个锅子 没有这个灶 单纯的是这个爆竹炸 也达不到这种效果 爆炸的原因找到了 柴火堆里混进了没有爆炸的烟花爆竹 塞进灶堂后 浴火爆炸 烟花爆竹在密闭的灶堂里 可是相当于一枚炸弹啊 所以造成了这样的惨剧 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 小雪终于绑住了性命 但是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右手右脚 左手也失去了大拇指 她才只有11岁 今后的道路该怎么走下去呢 对于一个11岁的女孩来说 11岁的年龄 真是最快乐的时候 除了上学 也就是跳跳皮筋 玩玩步娃娃 小雪平时非常的懂事 她知道去关心体贴她的父母 帮助她们去干些家务活 像烧火食柴什么的 她都抢着干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柴火里的哑炮 带来了这么一场巨大的灾难 没有了右手右脚 小雪以后该如何来生活呢 前几天我的同事 带着这样一份牵挂 来到了河北省高阳县的盐福村 柴火道离奇爆炸 当场炸掉她的手脚 现场调查 原胸竟是烟花爆竹 11岁女孩失去右手右脚 她今后该如何生活 请继续收看晚餐前的爆炸 小雪出院已经几个月了 二五二医院的医护人员去给她做护肠 记者一起去看望她 小雪坐在床上 见到熟悉的医生护士 也没有打招呼 她的父亲说 又从出事以后 小雪的性格有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跟人们都听同学们 她原来跟她的同学们也在一块儿玩的 大家出来这事跟我 她也不愿意 她叫了几个 这样的也不愿意 小雪的伤势恢复得怎么样了呢 总体来说不错 目前她的窗面基本上都全部愈合了 小腿的残端和右手的残端也恢复不错 在医院的时候 一直是护士毕孟田照顾小雪 毕竟是比较熟悉 不大一会儿她俩就说起了悄悄话 他们在说什么呢 我们看得出来小雪今天很高兴 她对我们读了她刚刚写的密集 今天我很高兴 因为叔叔阿姨们都来看我 所以我很高兴 叔叔阿姨们还拿了许多好吃的 可是我爷爷的头被撞破了 伤还没有好 所以我拿了许多好吃 拿了一般的吃的给我爷爷 这篇日记是小雪刚刚写完的 由于左手没有大拇指 写字很费劲 小雪说她已经在家练了几个月了 因为出事以后她再也没有回到过学校 因为小雪生活不能自立 无法在学校上课 只能整天待在家里 医生对这种情况很担心 我刚才复查的时候 我一看到心理上还有一定阴影 不愿意见生人 这个最好是融入于社会 我觉得安假之是最好的方式 安了两时以后她就能走 能跟小朋友们一起去玩 这样对孩子心理上有一种安慰 慢慢融入社会 把心理阴影越来越大 那么安装假之需要多少钱呢 假之最便宜的也得六七千块钱 好的刚才给好几万块钱 我觉得安一个应该差不多好的才行 因为她要每年要更换 每两年要更换一次假之 你只长到成人18岁左右吧 小雪的父亲是个普通农民 依靠种地打工为生 每个月只有五六百元的收入 而且这次事故 让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爽 出了这事以后 借签给她看了 借了三十万块钱 那小雪的父亲 有给女儿安装假之的计划吗 有的想法 有的想法就是想着赶紧 给她挣个菜 她够18 18这个岁了以后 她不仗了 她不仗了以后 说对她难过假之 如果到18岁才安装假之 这七年 小雪就只能待在家里 被烟花爆竹炸伤的事故 并不受了 记者在252医院采访时 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每年都发生烟花爆竹 燃放事故 至天气 死亡百人以上 损失达上亿元 其中大部分发生在春节期间 在烟花爆竹燃放事故中 87%是由于燃放不当造成的 那么究竟怎么燃放烟花爆竹才是安全的呢 不要靠近坚硬物体燃放 15分钟以后才能查看雅号 侧身点燃引线 千万不要把身体处于烟花爆竹燃放轨迹的上方 要用香烟、香柱等点状火种引燃烟花爆竹 不要使用火柴、打火机等大火苗 以免缩短引火线的燃烧时间 还有一点要注意 除了个别手吃品种外 您绝对不要这样 因为石雅炮 小雪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右手右脚 现在她只能待在家里 孤独的看着外面的世界 我们临走的时候 小雪唱起了她最喜欢的歌 跳过了山岗 游过了草地 来到我身旁 全水也全水 你到哪里 你到哪里去 唱着歌 弹着那琴弦 流向远方 小雪是个非常坚强的孩子 虽然没有了右手右脚 但是她现在努力锻炼生活自理的能力 可是因为家庭困难 没有能力安装甲肢 小雪无法回到校园 不能和小朋友小伙伴在一起 时间长了之后 她将来融入社会 可能就会很困难 让我们伸出有爱的手 一起来帮一帮 这个坚强的孩子 让她以后的人生道路 能够走的稍微轻松一点 还有一个星期的就是元宵节了 小雪的悲剧就是烟花爆竹造成的 希望您在看了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 在人放烟花爆竹的时候 会多增加一些安全意识 不要让悲剧再次发生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是李斌 生活五六七和你在一起 明天的18点05分 我们再见 小雪各地方 编惑梦想 云天化国际 飞云进万家 满意你我她 飞云安全门 推新家 妄新门 新是霸佛安全门 万家门业 一个世界 一个家 本栏目向告 有中式精巧国际传媒有限工具 獨家代理 源自青山绿水,天然健康,明黄茶。 爱要红红色观腰,花儿记得好。 妈妈,我想和弟弟一样。 中国中央电视台 一碗免费粥,为何温暖了一个尝试? 我虽然看不见,这碗就这碗很晚了。 是谁创造了大榕树底下的情迹? 终于一个冷静,也终于好处。 一碗粥的温度,敬请收看。